2018年的一个傍晚 一个年轻的记者陪同着67岁的刘朝鲜老人 迎着夕阳一路爬到后山的一个山洞前 当进入山洞的那一刻 眼前的场景让记者惊呆了 只见里面整整齐齐的摆放着500多具棺材 最不可思议的是 刘朝鲜老人每天晚上都会陪着这些棺材一起入睡 当记者询问老人这么做的原因时 刘老的一番话揭开了贵州地区一段惊人的往事 这条线索一家解密 大家好,我是十一 在贵州安顺市平坝县附近有一处村庄 村庄有个特别有诗意的名字 桃花村 听这名字是不是像一处隐蔽于世俗之外的人间仙境 那您可就意会错了 在群山之中有一座山名为老熊山 老熊山的半山腰有一处天然溶洞 里面摆放了几百具棺材 棺材洞也因此而得名 这个洞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 安葬在这里的人主要都是附近村寨的流姓苗族人 关于棺材洞还有一个特别凄美的爱情故事 相传很久以前 一个苗族的小伙子上山采药 归来呢路过了桃花村 口渴想要讨一碗水喝 敲开一户农家的门 抬眼就看到了一位流姓的苗族姑娘 小姑娘长得很是水灵 像一朵娇滴滴的花儿 两人四目相对 电光火时间就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情愫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看对眼了 之后两人很快就确立了关系 这位苗族小伙子为了表明自己的真心 亲手打造了一副银手镯送给了姑娘 作为定情的信物 眼看着两人即将洗劫连理 祸事却发生了 这位姑娘母亲过世的早 继母对她十分刻薄 打骂不说还经常不给饭吃 姑娘天天吃不饱饭还要干一堆活 日子过得是苦不堪言 自从认识了小伙子 心里也算是有了点慰藉 一天嘴馋的后母让姑娘将家里 唯一的一只老母鸡给杀了 一直吃不饱饭的姑娘趁做饭之际 偷偷地放了块肉在嘴里 这一举动刚巧被趴在门后的继母 给逮了个正着 当即朝取扫帚就要朝姑娘动手 慌忙之下姑娘将骨头卡在了喉咙里 活生生地给卡死了 继母间倒在地上的姑娘没了动静 丝毫没有任何反应 拖着姑娘就准备抛尸荒野 抬手间看见了姑娘胳膊上的银镯子 声拉硬拽 拽了半天也没有取下来 最后将姑娘毫不留情地 丢在了村寨后面的一个山洞里 小伙子听到消息后悲痛欲绝 前往姑娘家质问恶毒的继母 继母一脸尖酸刻薄地告诉小伙子 姑娘可能早就被狼叼走了 小伙子在后山山洞找到了姑娘 痛哭了一场后打算殉情 可此时姑娘却奇迹般地醒了过来 小伙子顿时转杯为席 将姑娘带回了家 风光地迎娶进门 自此之后附近的村寨传下来了一个习俗 凡是桃花村的村民过世之后 就将他们的棺材放到山洞里 希望死者能够复活过来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安葬在这里 在当地的习俗中 正常死亡后入关的人被称为禁城 非正常死亡的人叫做下乡 只能土葬 千百年来 桃花村的刘姓苗家 一直按照血缘亲书将死者棺木叠放洞中 这些棺木摆放的位置也不分死亡先后 也不分男女老少 抬进洞就一层一层地往上叠加 时至今日 洞里头已经放置了有500亿具棺材 是目前贵州省数十个棺材洞中存放棺材最多的棺材洞 那么这么大的一个棺材洞能够放置这么多年都完好无损 到底是谁在看护呢 点赞关注支持十一 我们接着往下聊 在贵州啊 湘西赶诗人可能只是传说 但平霸守官人却是延续了千年的传统 这位名叫刘朝鲜的苗族老人 就是每天陪着500多具棺材的守灵人 老人说人死后是生前的一种延续 而他干的工作就是守护这个洞口的安定 老人每天的工作就是盘点这里的500多具棺材 坐在洞口的长凳上守灵一个小时 然后默默地离开 有记者采访过老人 为什么要干一份看上去阴森森的工作呢 老人半开玩笑地说 文物局一年会给我几百块钱 其实老人是害怕会有人来洞里将族人偷走 前几年这里接连丢了十几具棺材 至今都下落不明 虽然这里修建了围墙上了锁 刘朝鲜老人还是主动请英来这里当守灵人 一守就是五年 老人讲这些故事时 脸庞带着一种崇敬和严肃 他介绍这里是桃花村刘家人的祖地 安葬在这里的人全部姓刘 是一家人 棺材洞后来因为摆放位置分出了不同的区位 老人说老祖宗是讲究规矩的 即使是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也要按对形来 其中最右边一般是自留地 在自留地里没有那么多的规矩 棺木一般都是随意摆放 山洞里还有一个禁区 当然一般人是不允许进去的 一般人看着外边的棺木都毛骨悚然 更别说深处的棺木了 在山洞的最深处一般安葬着的都是重病去世的族人 病得越重棺木就放得越深 一般都没人去打扰 棺木上还刻画着一些符号 这是用来镇压棺木的 桃花村的村民去世之后 按照习俗会请阴阳师前来做法 经超度过后的棺木才能送往棺材洞 老人对这里十分有感情 看这里的每具棺材都埋葬着谁 他都一清二楚 还能讲出他们的故事 曾有记者探访过这里 在采访中 老人就向记者娓娓道来 在棺材洞的入口 就放置了一具老旧的棺材 听老人介绍 这个人是生前寨子里脾气最暴躁的一个人 打架呀从来都不含糊 一个人几乎可以对抗四五十个人 用武松来形容此人 那也是不为过 当时村子周围是深山老林 此人敢独自上山打虎 人们在他死后就将其安葬在这里 这是一具拦路关 老人称其为战门港 可以抵挡四周来的豺狼虎豹 棺材洞的入口还矗立着一块大石头 据老人说 这块石头呢可是大有来头 村上经常会有人来这里祭拜这块石头 大家可能说了 这一块石头有什么好拜的 哎您还别说 确实有说法 据说村子里有女人啊生不出难玩 就会前来祭拜这块石头 那百事百灵 再往里面去 就是许多叠放在一起的棺材了 只不过在角落里 有一个特别显眼的油漆桶 老人呢也特别的提到了他 说在这个油漆桶下面 据说是埋了一个宝器 沿着崎岖的小路爬上去 会发现山洞中有大大小小的孔洞 从前这里埋葬的都是陪葬品 后来被盗墓贼一件不落的都给偷走了 在棺木群中有两句特别惹人注意 这两句棺木极其小 里面安葬的都是小孩子 孩子的父亲在孩子生前就放在了这里 没想到孩子还是没能长大 在孩子过世后 就将他的棺木摆在了父亲的棺木上面 老人说 这对棺木就像小马骑大马 希望死后父亲还能陪伴着自己的孩子 一眼望过去 这里的棺木大致分为六种 船形棺 原木棺 方形棺 梯形棺 长方形棺 和现代棺 其中方形棺大多都是年代久远的棺木 木头都已经腐坏 可以看见棺材内部 有一具棺木中放着一双绣花鞋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 谈起了这对夫妻 在过去的年代 吃不饱饭是很正常的现象 刘兴忠妻子去世后 家里人甚至都凑不起钱买一副棺木 只能安置在一幅小小的棺木中 几年之后 刘兴忠也跟着去了 孩子给他打了一副黑漆棺材 二人虽然生前贫苦 但死后依旧能够相互陪伴 不离不弃 在老人眼中 这不仅仅是一具具害人的棺木 更是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 老人每天吃过晚饭 就向棺材栋走去 在这里守护五百多具棺木 直到凌晨 守灵人也成为守护 这个洞藏文化的重要人物 他守护的不仅仅是逝者的尊严 更是中华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 好了 各位看官还知道 哪些令人佩服的传奇人物呢 欢迎留言一起讨论 说工前啰嗦一句 喜欢十一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哦 你们的支持就是十一创作视频的最大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